來 鄉親 新興建的天文基金 超金兩位 英安就看到得到 英安的外奈比平常時的麻煩更大 更更更 是今年最大的麻煩 那就是這個超金兩位 能看到二度大樓水 所以這個分淋四樓 無資料時間 一早就海水倒極 這個大樓 淹水是淹到膝蓋什麼那樣 海水淹過艱口 大樓馬上就變大樓 水是已經淹到膝蓋 現在是淹到膝蓋的地方 也有人聽到消息 是全天來看這個大樓水 當地的海水中間說 雖然這裡 如果剛才倒入這個大樓水 就喝水 但是中南不想像這次 喝到那裡的那樣 所以讓管政府要想辦法來 封在這個大樓 海水淹過艱口 大樓馬上就變大樓 水是已經淹到膝蓋 有這麼大樓 那可以看到現在水位一直不斷的往上升 行車已經有一點困難了 那經過車速度就要放浩瀑 又有當地人看到水淹到這麼大樓 是這麼緊張 趕緊尾處連衝出來 賣到更大樓的地方比我們 水淹到樓梯 要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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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沒那麼大樓 有人是這麼緊張 但是也有人聽到有大樓水 全港廣告現場來看 常常來看的人說 這便是淹角特別高 就連當地議會總幹事也說 雖然這若是當地大樓 就一定會淹水 不過這般的水 真正是真剎樓 這般的天文大樓水 是因為超級樓梯營起 要就是樓梯營起 最怕台灣的超級樓梯 他夾一個樓梯 出現兩次摸過的樓梯很兇 八月二日跟三十一號 跟今天這樣發生兩次 所以整個大概就是 我們稱之為超級 超級樓梯 起雙局說 一直到九月柴梯營 因為海地勢比較多的地方 都要以風海治的渡管 尤其是九月柴梯營 是水尾營管的時尊 加上蘇拉風太影響 真有可能會有西南氣流 體質面穿一定會洗你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